大家ocker 訪众 我是Kevin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我們的 萬用鍋系列的料理 那因為現在呢 離間都進入了冬天 所以先進!! 來分享一個 很好吃的 這個冬天吃 暖心又暖胃 非常的鮮甜 接著進來的 請再介紹 訂閱餐單研究所 按讚 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要追蹤我們的IGLINE帳號 好 那我們開始來製作 首先來處理海鮮 一般來講這個蝦子 很多人做海鮮之後就是整尾蝦子這樣丟下去炒 不過我自己建議你要把這個頭取下來 然後剝殼一下 我的做法比較特殊 後面我們會先炒蝦頭 來 這個蝦子呢 我們處理乾淨 開個背 然後呢 把一些這個長泥呢 挑出來 透抽的部分我們就切圈 好 最後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主粥的白米呢 雖然我們是用萬用鍋 但是我建議煮之前白米還是泡個水 30分鐘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吸收這個海鮮湯汁的味道 那蛤蜊的部分呢 你就是 土砂洗乾淨 備用 好 最後別忘了切一些芹菜豬 這個是最後起鍋調味用的 好 一開始我們要先來炒海鮮 所以使用煎炒兩用模式 好 我們先倒一些油進來 好 熱鍋之後呢 我們把 蝦頭跟脫抽呢 先放下去煎 那這蝦頭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蝦膏呢 很自然的鮮甜味都跑出來 好 那這過程呢 你甚至就是可以用你的這個鏟子 去擠壓一下這個蝦頭 然後讓它裡面的一些蝦膏的精華呢 可以跑出來 這樣會喔 鮮甜味會更濃喔 好 這樣子呢 透抽半熟了 然後蝦子鮮甜味有 我們就可以煮過備用的 好 那我們呢 倒熱水進來 這裡的水大概是2000cc喔 因為我們煮的米呢 大概是一杯半 然後呢 大概配2000cc這樣子是差不多 可以煮大鍋一點 好 那現在呢 這個米呢 已經有先浸泡過的白米了 就可以下來 好 我們蓋鍋先來熬粥 好 那因為煮粥 我們就直接使用這個米飯粥麵的模式 加壓12分鐘 哇 你看這個粥 這樣就完成了 哇 吸度剛剛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放入這個蝦子 還有蛤蜊 還有我們之前炒的這個透抽 蝦頭要不要再放回去滾呢 看你自己 那我是覺得可以不用了 好 我們重新蓋鍋 蛤蜊下去之後 我們要把它煮開喔 那我會建議使用這種小火燜煮 持續加熱的時間喔 不用太久 大概5分鐘左右 我們把那個蛤蜊呢 燜開 這樣就可以 好 好 你看我們現在來確定蛤蜊有沒有開 你看蛤蜊都開了 好 那蛤蜊開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最後的調味 這樣味道才會準喔 那本身鮮味已經很夠 然後我們加個2湯匙的鹽巴 那再加一點胡椒粉 最後呢 這個芹菜加下去 哇 這樣就非常香囉 好 極品海鮮粥完成 哇 你看 這個料超多 來 吃一下 好鮮喔 還是海鮮粥喔 我覺得其實齁 你這個準備的料齁 不要太複雜 那我覺得透抽蝦子 跟蛤蜊 我覺得這三個算是必備的 尤其蛤蜊呢 它煮開之後 最後那個鮮甜味 就會全部釋放了 非常好吃喔 那這次呢 除了使用萬用鍋做 是特別快以外 有參考一下我的做法 就是把這個蝦頭拔起來 先炒過之後 把這個鮮甜味炒到鍋底 那你最後有剝殼的這個蝦子呢 在吃粥的時候 也不用在那邊另外有剝殼 感覺是特別的麻煩 又沾手喔 所以呢 這樣子剝好的蝦子 然後又可以炒出鮮味 這個做法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喔 好 所以這個非常好吃的海鮮粥呢 這個冬天 大家就做看看喔 在家吃非常的棒 好 我是菜單 如果可以忘了我們下次料見 掰掰